重机聚在那马夏民生大桥下进行清书作业 为了赶在迅奇来临前将河道土石清除 确保达卡努瓦利唯一的联络桥梁不受暴涨吸水影响 那马夏驱公所安排了上下游的清书工程 这也让当地居民在迅奇来临时不必担心成为孤岛 路面有没有石头从那边上去 就有一次两次过这样 爸爸水灾以后就有两次过这样 这些日子也比较高兴 因为看那个怪兽在那边我们比较放心 那马夏驱长提到由于男子先兮在遇到大雨时 溪水容易往河道两旁乱窜造成环境破坏 因此透过小量清书引导溪水回到主要河道 能降低未来溪水暴涨破坏环境的可能性 用小量的这个作为能够能够让这个以前的主要的河道能够做清书 把它呈现出来 让第一次这个大水一进来的时候能够形成一个深潮区 让它这个河水从原来的这个河川的这个流液开始下刷 那马夏驱长强调不止民生大桥的清书作业 全区相关的道路桥梁的清书工程已经完成了二分之一 大约能在二十天内全部完成 讯息来临时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原来新闻那部高雄那马夏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